全民大家最擔憂的就是缺電的問題 工商企業受害最深的也是缺電的問題 昨天在中南部连農業都受害 那大家說 欠電的電池給我沒用 这是对苏院长很大的一个警醒 不要再耍嘴皮子 拜托赶快针对全国能源的危机 大家召开全国能源会议 民进党不做 国民党愿意来做 今天我们就是学者专家的研讨 今天在台北 下个礼拜在台中 接下来在高雄 我们为了永续的台湾 我们一定不能缺电 我们一定不能污染 这是全民共同的心声 拜托苏院长 你每天耍嘴皮子 骂骂在野党 难道台湾就会有电吗 电池給我就会更吗 缺电的电池給我是没效了 我们两者并进 改革不能停止脚步 那茶会或茶壁一定是勿忘勿重 两者并进 那我们这个礼拜就会针对改革方案提出草案 那我们炮口一致对外 我已经讲过了 不要在任何人都不要当螃蟹 我们要把炮口对外 我们国民党不能变成螃蟹党 我们一定要有战战兢兢的心情 来一种面对危机的一个压力 但是我也知道 最近有很多各党各派策略性的民调 纷纷出龙 我们只要站稳脚步 我们脚踏实地 努力就好 感谢观看